如果驾车的时候 大罗里一直在后面转的话 又打大灯 很可能是brake失灵了 这种情况 马上必须换车道 远离 哈喽大家好 我是Elizabeth 遇到大罗里的时候 记住一下这三点 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第一 大罗里盲点比较大 前面左右两侧都有很大的盲点 驾车时至少和大罗里 保持3m以上的距离 尤其不要在大罗里的左侧 长时间驾在一起 并且同行 因为当遇上罗里 要左侧变道 很大可能没办法看到小车 或者是moto的存在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 不要在大罗里的后面 遮挡自己驾车的视线 加上大罗里没有后风窗 也看不到后面的车 如果跟得太近 突发情况时 反应和距离都不够 很有可能 窜入罗里的底部 非常危险 在highway 发生撞上大罗里的意外 很多 记住 时速80公里的时候 和大罗里的安全距离 一定要保持在100m以上 第三 不要和罗里 强心转弯 大罗里转弯的时候 很容易 爆胎 失控 车身越长的罗里 内轮差越大 转弯时 如果只注意到前轮能够通过 而忘记内轮差 就会造成后内轮死出路面 与其他车碰撞 记住 驾车时 不要在大罗里的两侧盲区 并抬行驶 不要紧跟 罗里的后面 尽量远离正在转弯 或准备转弯的大罗里 等待罗里通过后再走 总之呢 大罗里的盲区 除了远离 还是远离 除了你的车 比大罗里还要宽 才能被看到 记得分享这视频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不要以为在大罗里附近 没有怎样 一定要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可以了解更多安全驾车的知识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再见 Bye by bwd6